近日,Elon Musk旗下的腦機接口公司Neuralink發佈了一段視頻 畫面中一名癱瘓男子似乎正在通過意念移動電腦鋼錶來下棋 該男子名為Noland Arbor,是一名肩膀以下癱瘓者 今年一月,他接受了在大腦中植入由Neuralink開發的大腦芯片 成為首例腦機植入者 此前,Neuralink曾聲稱將機械設備植入人體內 可以幫助脊髓受損患者使用意念控制機械設備 從而與外界進行交流 據悉,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已於去年5月批准Neuralink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